看着天 天蓝蓝的 进度白白的 感觉好像希腊呀 我说槟城呢 还真的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我跟你说就只是拐一个弯了 这里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从这边走的时候 小心有猫猫会经过 这个猫猫在这个城市的地位还可以 感觉比在古镜猫城的地位还要高 怎么回事 我在古镜怎么没有看到这个 可能古镜的猫不会过马路诶 美好的一天 从美好的早晨跟早餐开始 来着这间店叫 O-O白咖啡 我看不止游客也蛮多的 本地人来也是很多 这里有鱼尖啊 有牛肉粉 有炒果条 匀和面 咖喱面的汤味 你会觉得这个早餐太浓吗 好像我吃面包无口的 这里面有某种雪 虾仁 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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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不 哦 哇 它这个 你要看它味道浓哦 其实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它是甜口的咖喱 然后还有拌随一点点虾酱的味道 好辣 豆蔻水真的很豆蔻 这有点精油的味道 这里要说明的是它的面包 为什么我的面包还没来 光给我的蛋 这个蛋麻熟了 这已经熟了 接下来吃牛肉粉 哇 它这个牛肉粉 跟那个越南的牛肉和粉 这味道不能说一模一样 但是 真的很香 这好吃 这牛肉看起来也好嫩 嗯 越南的河粉有饭 花生碎 那这个就是放了葱油酥啊 所以有了一点点 一点点的不一样了 刚才不小心点错了 原来这个鸡蛋跟面包 是要分开点的 我以为点了鸡蛋 就会有面包 这个是我在马来西亚 从来没有吃过的 就像是刚炸好的油条 配豆浆 然后今天天气真天气啊 吃冰花了 这个也是在外面啊 应该再调节 又不幼稚 就是这条路了 你们看到这里 这么多游客吗 就是这条路啊 坐这个厂长挺爽啊 不要问 我们要自己找 我们都问到了 就没那感觉了 其实这是其中一个啊 哇你看都不看直接走了 啊 一个 这什么作品啊 反正我在网上找的时候 有这个图 这个地方啊 不要看它全部这么的集中 如果你要找那个壁画拍照的话 它其实散步在不一样的角落 不一样地方 它主要是很不好找 你看 它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很多很多 你要找很麻烦 但如果你要打卡 最出名的其实就是这个 姐弟贡奇和追风少年 这些壁画作品呢 它其实原来就是在冰城 成为这个文化遗产城市之后 政府进行了一个活动啊 然后就把这些可以代表 冰城文化的照片呢 以壁画的形式 还原到各个景点中 散步在各个地方 好丑啊 你拍半生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踩啊 不要紧不好看 快就这样吧 不然把我就手动披在这个图上面 哇 车队来了 现在来到了是叫小印度的一个小区域 这个真的就是你不用看地图啊 我只知道有个叫小印度的区 但是你一来就觉得它就是小印度 这里也许不是 但是感觉就已经很小印度了 你不要啊 不懂它里面是放什么 酱刺 你问一下 它里面放那个 什么菜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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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汁 没有糖 没有汁 不能哩 很健康 いい 喂 你怎么回事 说什么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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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hur 今天什么日子 这个鸟还是青色的 它吃了不少蔬菜啊 今天还是情人节我跟你讲 0214这个号码买起来 一别说了我们今天就去买自己去买 什么叫肥水不流外人的钱 你种了你让别人买是没用的 感觉每次看那个刘庸或者是六度视频 就感觉对这个圆圆的东西很感兴趣 它这个有点像玩玩具一样你知道吗 就每一样食材就全部拼到一起 Mix well 有点难Mix 你别说它的那个红葱头一打开味道好香 咱们来搓个洞 盘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寿司 对啦 别说还真的很好吃 好吃 真的 干净于卫生兄弟吧 你怎么叫这个鱼呢 鱼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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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谢谢 为什么不错 你叫鱼鱼鱼吗 哦不要试试 这是鱼鱼鱼 这是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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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ac aylek鱼鱼鱼鱼鱼来奶底 坐一椅 享受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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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适宜 两天 都给我们这么准备 这是相�or事育的 因为你一起来 你可以偿的 你这些 stepping 到那个地 тебе 那个导游解说啊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天井总是以前没有电 没有电 没有风扇 电的就需要采灌 没有通风 那房子在天井 这间房子呢它建的时候1894年 它住到80岁 然后后代继承房子 一带一带船 船到第五代的时候他们移民了 没有人住这里了 这好像也是一种 琉璃吗 装饰技法好像是贝壳 这个屋子之前是这样的 后来就装修变成这样美美的 上楼 外面刷着绿色的游戏 就很马来人不觉得吗 因为娘人本来就是 我的马来人混血的 对啊就下西洋的时候 一部分中国人留在这边 我就娶了一些马来人 然后他的后裔就叫巴巴哥娘人 这个配色真的很马来人 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吃了 新加坡男人美快 新加坡男人美快 新加坡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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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谢谢谢谢 是养猪的也没有了 没有了这是小孩吗 好像我爸爸还是我妈妈他们有做过这个东西 参观完了 是不懂为什么大家都黏在这里 这是什么邪教仪式吗请问 仪式感 注重仪式感 那个娘热馆的有一个负责人 他非常的热情 推荐说我们等一下可以去哪里吃午餐 他说在娘热馆出来附近有一个叫 Siriwell Food Court 他说那边有个米其林一新的 一定要尝试 对一定要吃辣 昨天我跟他说我有吃过两块钱的 他说这个两块半 问他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比较辣 然后种类也非常的多 有怎么的多呢我不知道 去看就知道了 你走错方向了 Let's go 这边 到了 Siriwell Food Court 你要什么的 有鱿鱼虾 还有鸡肉 都可以 你选你要的就好了 我都可以 鸡肉吧 怎么样啊 点了豆蔻水 在槟城我觉得我感受到最多就是口一直太苦了 这个豆蔻水的颜色还真的不是每一个都一样 这个我觉得它的香料味没有很重 一定要属于小孩子也能喝的 来尝尝它的辣死你妈到底有多辣 米其林一心 米其林一心 它的配料就这么简单 它之所以会拿到米其林一心 就是它有很多种 很多种不一样口 它的虾味好像很重 干嘛 辣 它一放到你嘴巴就马上辣 到我到我 我好奇好奇 这个是可以叫做辣死你妈了 真的够辣的 饭其实蛮香的 也将会去中 嗯 辣是真的辣 哇这个稍微了解一下这个 整一片这个带小香菜 还有感觉 要帮我把香菜吃完快点 这个人猜到狗屎吧 右脚 你的背景好绿啊 脚头上不带绿就行了 仔细一看 它上面是一粒一粒小小的猪啊 一般是用线刺绣 还是用这个猪 这就是相亲的椅子 咦 这么叫油腻的 真的